12月3號那時候就有報導 就有發現有航空人員沒有遵守檢疫規定 而航空人員的檢疫要求又比一般民眾要低得多 因為衛福部是把這種管理責任交給民航局 交給航空公司自己去管理 最高風險的人怎麼可以讓他們自己去管理 我覺得我們不能信賴 他們三天前的核酸檢驗陰性證明 我覺得在機場的時候應該還要做一個全面的篩檢 現在大概都比較鬆散了 比較沒有那麼嚴格在執行 所以顯然因為幾個月的沒有本土兵員 讓大家覺得說好像沒有問題的 大家都沒有關係的 事實上這個還是要執行的 因為秋冬專案事實上其實就已經在往嚴格的方向執行 但是秋冬專案事實上所做的還不夠執行的夠徹底 我問過很多被關了14天的人 他被解放了當天 甚至凌晨12點鐘一到 他就是先到夜店到外面去走一走 如果大家不知道去防範他 仍然要群聚 仍然要去面對面 仍然要不做這些適當的防護的話 我們希望台灣一直是個淨土 但是我們很憂心 這塊淨土真的沒有道理全世界上都有 唯獨台灣沒有 你看印尼這麼高的感染率 印尼你為什麼不入境檢驗 現在英國也來了 然後這一群航空公司的人員 因為症狀是不可靠的 有症狀都還不通報 那問題是每次症狀也會傳染 所以這樣的一群高風險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搭配幫他們定期的檢驗 過年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 這個我相信大家也做不到 而且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從上游把它管好 台北市柯文哲說 只要有15例本土病例 他要取消快樂晚會 那現在已經有一例了 其實離15例不會很遠的 因為一例就可以傳染給很多例 那那個傳染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如果是不要說15例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5例的本土病例 大概你就要停辦了 因為你有5例就代表很多潛在心的 你沒有找到更多例的 只要有莫名其妙 超過10個 我就會大聲的幾乎說 不要再辦了 好 因為有一點恐怖 好 因為所謂本土就是 我大概不知道哪裡來的 你如果可以快速找到他 那我會很放心 但是沒有找到他之前 這個人可能在城市裡面到處晃 等他框到他的時候 我們再來追蹤 還有很多人再出去 那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謝謝 謝謝 謝謝